周润发,当年我因为你而退出乐坛,如今你来和我争影帝。 周润发,当年我因为你而退出乐坛,如今你来和我争影帝。 提起当年的香港娱乐圈,那可是如日中天,百花期访,而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艺人多期发展。 当红的艺人都会涉足歌影视三期,那可真是红遍大江南北,成为多少人儿时的偶像。 其中,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有张国荣、刘德华。 张国荣在音乐方面,代表作有《风继续吹》、《沉默是今》、《有谁共鸣》、《当年情》等。 电影方面,代表作有《霸王别姬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英雄奔色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阿非正传》、《东邪吸毒》、《春光炸蟹》等。 刘德华在音乐方面,代表作有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、《望勤水》、《勤未鸟》、《真永远》、《冰雨》等。 电影方面,代表作《无间道》、《暗战》、《大只老》、《天下无贼》、《盲探》、《陶杰》等。 另一位香港电堂级的影帝,当年在电影事业大红大紫之后,也想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,甚至已经录制了专辑《大碟》。 但后来了无声息了,他就是周润发。 发歌在电影方面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,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两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,后来更是去好莱坞发展,获得美国电影协会亚洲杰出演员奖, 代表作品有《上海滩》、《英雄奔色》、《赌神》、《卧虎藏龙》、《大上海》、《让子弹飞》等等。 但是估计很多周润发的影迷都不知道他曾经有一个歌手梦。 在1980年代末,周润发曾尝试于乐坛发展,并演唱他自己所主演的电影主题曲。 1990年更是录制专辑《大碟旧情人》、周润发,但反响一般,之后就没有再发行唱片了。 多年之后当媒体问及发歌当年与乐坛的表现时,他一打趣道因为当时已经预感张学友会是未来的歌神,自己才会知难而退,离开乐坛。 原来发歌的歌手梦是被歌神张学友掐刺的,但那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了,离开乐坛,对周润发而言也许是明智之举,让他更专注于电影事业。 而提起张学友,歌神二字足以证明他在乐坛的地位,他的年唱片销量曾名列世界第二位,仅排在美国传奇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之后,高于第三位的麦当纳,因他的唱片高销量而进入了环球唱片美国总公司,在2000年选出的1990年代巨星名人堂, 同年更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,演唱会多次打破吉尼斯纪录,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演。 张学友在电影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视,代表作有《望角卡门》、《东城西旧》、《男人四十》、《月满轩尼斯》、《赤道》等。 2002年评级文艺片《男人四十》获得印度影展最佳男主角奖 更为有趣的是,张学友在1995年第十四届和2011年第三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评及《新编缘人》、《月满轩尼斯》提名最佳男主角和《花旗少林》、 孔子周润发争达! 周润发打趣地说:"当年我因为你而退出乐坛,如今你来和我争影帝!" 第一页 第二页 文章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 如果侵犯到您的隐私 权益 请点击检举按钮举报 网站将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谢谢合作 检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